她不思进去 从来不为这个家付出过什么 都是我在支撑这个家 前年我生了二胎 家里生活经济压力比较大 她还是在外面吃喝玩乐 也不管孩子 与其这样还不如我一个人过着 其实我不想离婚 就是因为一场意外以后 我的人生和事业处在最低谷的时候 我不想拖累家庭和孩子 所以就离婚了 意思冲动 但是现在有些后悔 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幸福的家 所以说我想复婚 我理解她现在的想法 但是作为一个男人 她一点进去心都没有 她一直都是这样在外面 和朋友吃喝玩乐 她要是一直这样不思进去 我是绝对不可能和她复婚的 这算复婚之争 来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李先生 48岁来自内蒙古自由职业 女嘉宾李女士 45岁来自内蒙古公司职员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离婚了是吧 对 结婚多少年啊 21年了 结婚21年离婚了 刚才小片里说您有一个二宝 是吧 二宝多大呀 二宝不到两周 不到两岁啊 对 大宝多大呀 大宝今年你二十岁 大宝都二十了 你们俩还离了婚 什么时候离的呀 今天六月份 这个离婚的原因是 您说的不上进 是这意思吧 我听小片里说 不像她说的那样 我咋能不上进呢 不上进怎么能生活二十年呢 不上进怎么能生活二十年 反问得好啊 六月份离婚 您提的 我提的离婚 现在您想复婚 对 当初干嘛同意啊 当时我有点 大男子主意 有一点义气 有点冲动 就答应离婚了 就答应离婚了 这二十年的婚姻生活当中 经常提离婚吗 就最近两年吧 就是最近两年 就是有了二宝之后 是这意思吗 在有二宝之前也有 但是不强烈 上面写的这个 自由职业 这个自由职业 是多自由的职业啊 以前我是有职业的 后来就 自己出来 搞一些小工程嘛 都是跟借助有关系的 所以在最近几年 一直就没有做的 一直也在要账 减断 这个他的自由职业 就是讨债等机会 花过去的钱 是这么个意思啊 对 好 人工的原因也 主要是因为他 特别懒散 生活的经济压力 都是我一个人承担 二十多年都这样吗 刚结了婚还好点 过了两三年 有了我家孩子 他就生活变得很蓝散 那也就是说 有了大宝之后 就不满意他 对啊 那为啥还给他 生个二宝呢 也不是计划之内 也是意外怀用 我也挺喜欢姑娘的 我先想 以为生了女儿 女儿是爸爸的小妙嘛 以为他会改变 结果他一直也没改变 您是觉得二十多年 您没改变的这个事 有人会改变他了 所以要了二宝了 对 这个要完之后 没多久 这等于就离了婚了 是这意思吧 是 不到两年 其实结婚两三年 我一直有离婚这个打算 就是好多事情造成的 你比如我结婚 还用五个多月的时候 为了家里面经济嘛 还在上班 结果那个啥 就是领了工资 我回去就 快过年的时候 就给他了 给了他以后 紧接着回他们老家过年 回家以后 他邻居叫吃饭 晚上就是他去了 喝到两三点回来了 把我给他的工资 一晚上就花光了 本来计划是第二天 去我妈家 给长辈买一些礼物 结果他一晚上就花光了 就从那一时刻 我就感觉 就是这个人挺不靠谱 没有责任性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